之前我讲了同向的双行数表 这个视频再来说说反向的双行数表 比如这个 第一行是从左往右填的 第二行是从右往左填的 第三行又是从左往右 第四行又是从右往左 这就是一个反向双行数表 显然它也是两行一周期 一个周期有六个数 现在你能告诉我666在第几行第几列吗 以这数确定位置 先改哈 对喽 先看是第几个数 这个数表从小到大是 123456 那666显然是里面的第666个数嘛 然后改哈 对喽 算珠填满了几个周期 还有一几个数 六个数一周期 666除以6 掐指一算 刚好得111 也就是说刚好填满了111个周期 一个周期是两行 那就填满了111乘2 即222行 嗯 那是第几列呢 注意 这可是个反向的双行数表 把最后一个周期的情况列一列 周期最后一个数应该是在第一列才对 所以666应该是在第二百二十二行的第一列 搞定 这是以置数求位置的 接着该说说以置位置求数的了 比如还是这个表 它的第二十二行第二列是哪个数呢 以置位置确定数 先干哈 对了 先求可以填满几个周期还余几个数 第二列 最后一个周期肯定不是满的 两行一个周期 最后一个周期应该是这样的 完整周期应该是前二十行 二十除以二等于十 即填满了十个周期 还余一二三四五五个数 接着干嘛 对了 再算出是第几个数 每个周期有六个数 填满十个周期还余五个 十乘六加五 掐着一算 得六十五 所以是第六十五个数 那第二十二行第二列就是六十五了 搞定 好了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返箱的双行数表 跟同箱的差不多 不同的是 每个周期里的第二行 跟第一行方向都是相反的哦 这点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 必要时可以把最后一个周期的情况画出来 这样才不容易出错哦 现在问题来了 还是这个数表 第十行第一列的数是几呢